同学们好,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中古友谊小学的舒老师,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数学课。 课前,请同学们准备好几张白纸。 准备好了吗?准备好了,我们就开始上课了。 同学们,你们都去过游乐园吗? 快看一看游乐园里都有哪些项目。 有过山车,有小火车,有小飞机,还有旋转木马。 请你仔细观察这幅图,从图中你能找到哪些数学信息? 并且能够根据你找到的信息,提出数学问题吗? 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! 有的同学说,我发现过山车有七排座位,每排座位坐两人。 我提的问题是,过山车里共有多少人。 有的同学说,我发现小火车有四节车厢,每节车厢坐六人。 有的同学说,我发现有五架小飞机,每架小飞机坐三人。 我提的问题是,小飞机里共有多少人。 大家提出了这么多数学问题,你会解决吗? 自己试一试吧。 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都是怎样解决的。 我解决的是,过山车里一共有多少人这个问题。 过山车每排都坐了两人,我就两个两个的数。 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、十四。 有七排座位,就要数七次,一共有十四人。 小力用数数的方法,解决了过山车里共有多少人这个问题。 我解决的是,小火车里共有多少人这个问题。 我看到小火车里有,一、二、三、四,四节车厢。 每节车厢里都有六人。 这就是四个六,我就用六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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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,算出小火车里共有二十四人了。 小红用列算式的方法,解决了小火车里共有多少人这个问题。 还有同学,是用画表格的方法,解决了小飞机里共有多少人这个问题。 你能看懂他的表格吗? 我看懂了。 表格上面一行表示的是小飞机的数量。 下面一行表示的是小飞机里的人数。 一架小飞机里有三人,每增加一架小飞机就要增加三人,五架小飞机共有十五人。 回顾一下,刚才从游乐园发现并解决的这几个问题,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? 同学们发现,这几个问题都是求共有多少人,而且每部分的人数都相同。 求共有多少人都是把每部分合起来,用加法解决。 之前,小红已经用加法算式,解决了小火车里共有多少人这个问题。 另外两个问题,你能直接列出加法算式吗? 看看,和你想的一样吗? 先看看,过山车里共有多少人这个问题。 能说说你的加法算式是怎么列出来的吗? 过山车每排都坐两人,都是两个两个的,要求过山车里一共有多少人, 就要看看有几排,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 过山车有七排,所以就是七个二相加。 你同意小丽说的吗? 我们再看看小飞机里共有多少人这个问题。 小飞机每架都坐了三人,都是三个三个的, 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,五架小飞机。 要求小飞机里共有多少人,就要把这五个三相加。 同学们,请你观察一下这些加法算式,有什么发现吗? 是的,每个算式中的加数都是相同的。 像这种加数相同的加法,还可以怎样表示? 有的同学是用几个几表示的,还有的同学是用乘法表示的。 先来看看过山车这道题。 同学们列出了这样的两个乘法算式,你会读吗? 二乘七等于十四,七乘二等于十四。 乘法算式中的这个符号,你知道叫什么吗? 是的,就是乘号。 这个小小的乘号可是大有来历,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它吧。 小朋友们好,我的名字叫乘号。 我出生在1631年,是被英国数学家奥特雷德发明出来的。 我已经有三百多岁了。 我有一个神奇的本领,当遇到相同加数相加的算式, 不管它有多长,我都能让它瞬间变短。 我们可以把乘号看作是由加号写过来写的。 由此也可以看出乘法和加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。 乘法就是来自加数相同的加法。 关于这两个乘法算式,有什么问题想问问大家吗? 乘法算式中的二和七表示什么意思呢? 在加法算式中,我只看到了二,七是哪儿来的呢?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,谁能解答小红的疑问呢? 我来我来,二就表示加法算式中的加数, 七表示的是这些加数的个数。 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一共有七个。 所以乘法算式就是二乘七等于十四,七乘二等于十四。 乘法算式中的十四又是怎么来的呢? 是的,因为七个二相加等于十四, 所以二乘七等于十四,七乘二也等于十四。 另外两个加法算式,怎么用乘法表示呢? 请你试着写一写吧。 写好了吗? 我们来看看同学们是怎么写的。 先来看看左边这道题,和你写的一样吗? 谁来读读这两个乘法算式? 四乘六等于二十四,六乘四等于二十四。 能说说你是怎么写的吗? 我先观察加法算式, 发现加数都是六, 又数了数,加数的个数一共有四个。 所以我就列出乘法算式, 四乘六和六乘四。 因为加法算式等于二十四, 所以乘法算式也等于二十四。 右边这个加法算式, 同学们是这么用乘法来表示的。 乘法算式中的三, 我一眼就在加法算式中找到了。 五在哪儿呢? 是的, 五就是加数三的个数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 有五个三, 所以乘法算式是五乘三等于十五, 三乘五等于十五。 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乘法。 像这样每部分都相同的加法问题, 还可以用乘法来解决。 同学们, 你们都学会了吗? 下面我们一起来练习几道题吧。 你能看懂这幅图的意思吗? 每堆有五根萝卜, 有这样的四堆, 球一共有多少根萝卜。 这个问题你会列算式解决吗? 加法算式是五加五加五加五等于二十。 乘法算式呢? 五乘四等于二十, 或四乘五等于二十。 能说说乘法算式为什么这样列吗? 每堆都有五根萝卜, 这就是加法算式中的加数五。 有四堆, 所以是四个五相加。 乘法算式就应该是五乘四, 或四乘五。 因为四个五相加等于二十, 所以五乘四等于二十, 四乘五也等于二十。 再来看看这道题, 你会列算式解决吗? 加法算式是六加六加六等于十八, 乘法算式是六乘三等于十八, 或三乘六等于十八。 这道题你又是怎么列出乘法算式的呢? 每一把都有六根香蕉, 这就是加法算式中的加数六, 有三把, 所以是三个六相加, 乘法算式就应该是六乘三, 或三乘六, 因为三个六相加等于十八, 所以六乘三等于十八, 三乘六也等于十八。 这幅图是什么意思呢? 每串有四把钥匙, 有这样的八串, 求一共有多少把钥匙。 你会列算式解决吗? 看看和你写的一样吗? 今天这节课, 我们初步认识了乘法, 对于加数相同的加法, 还可以用乘法来表示。 具体内容在数学书第46到47页。 课后, 请你找一找生活中的乘法问题。 并把你找到的问题和你的家人说一说。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了。